在这一年里面我们努力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可思议的故事 但其实网友们在我们视频下面分享 他们自己的故事也是非常精彩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网友中各种大神在评论区分享 他们的神奇故事是啥样的 大家好老客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并拿不住 外面是爱听故事的小仙 大家好 有一个网名叫做电疗大师奥关海的网友 在视频轮回者三千个案例医学教授总结出五个特征 帮你碰到自己是否有前世记忆 这个视频下面讲出了他自己的经历 他是这么说的 这个应该是我自己的真实经历 我的记忆可能是从投胎就有了 当时他记得他出现在一个绝对黑暗的地方 他前面有一排门 然后这些门还闪着各种颜色 每个门的前面有很多人在排队 他说他当时就站在那些队伍中其中一列里面 他记得每一个排队的人的样子 身高身材 因为他们的身高身材都一样 而且全程都是纯黑色 没有头发 没有五官 就只能是低着头默默往前走 但是他注意到 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这么东瞻西望了一下 看到周围是啥样子 然后就被挤进了一个传送门里面 挤进传送门以后就来到了一个很黑的地方 但是他知道周围是有东西的 掉进那个房间以后 他就成了第三人成试角了 当时他心里面就在倒数 好像从几千开始数 但是他很清楚的记得 每倒数一个数就是一年 每过去一个小时 就是陷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面的一年 他自己也没说清楚 说是为啥是这样 他越数就越兴奋 就越迫不及待 最后数到零的时候 他的那个第三人成试角就没有了 就直接被拖进了第一人成试角 他就发现 他从他妈妈的肚子里面生出来了 他说 他这是刚出生那几天的就有的记忆 而且记忆非常清晰 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 这是他分享他自己的一个轮回转世的记忆 他是怎么投胎来到这个世界的 后来他在追评里面 还补充了他善一世离世的画面 他这么描述的 我记得我之前死的时候 从第三人成试角 看到我死了以后的画面了 但是他看到他自己的墓 他的墓周围围了一圈的花 每一圈的花都被修剪成了缠番形 可以看到一大堆军人一样的人 站在我墓的前面悼念 他不确定是不是军人 但是站的是很整齐 是番队一样的站在我墓前面的 所以他觉得是军人 这个奥关海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人 他既记得自己怎么投胎来的 又记得自己上一半怎么死的 而且他这个记忆是浑然天成的 你知道吧 就是他自己就有这个记忆 不是经过什么车祸或者什么样的事情 自己又激发出来的 但是下面这个网友就很牛辣 他使用自我催眠的方式 打开了前世的记忆 这个网友叫做蛇瓦无敌灵漆 他自己说 他通过自我催眠的方式 打开了前世的记忆 发现自己有好多个前世 因为好奇 他就不断的去往自己的前世推 不断的去看自己前世发生了什么 他还发现 有几个前世的女朋友 也都生活在现在的世界里面 而且生活的离他不远 并且他的女朋友 也知道和蛇瓦灵漆前世有些渊源 并且这种前世的渊源 还能影响到现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去 但是他自己也说了 这种事情 先信就好 不建议去了解太多前世的事情 因为他这样的体质和精神 很容易分离 他是一个很容易出现灵体体验的人 心体投射 对 差不多就这意思 他说 他经常会感觉到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想趁虚而入来夺得他的身体 就和潜伏里面的小男孩 对 小男孩一样 他很容易产生灵体体验 然后就能感觉到有的外力 想来夺取他的身体 所以在这儿 我们还是要请这个玩友注意安全 我们再来看一个玩友的轮回转世的记忆 反正我看完他的记忆 有点吓到我 这个玩友的名字叫 失散多年的兄弟 他这么描写的 他心底里面一直有一种很模糊的记忆 他分不清的是记忆还是梦 一段时间很恐惧这段记忆 他的记忆里面有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是排着队 他在被砍头 这是第一个画面 而且他认识那个排着队被砍头的地方 就是这个玩友 老家屋子侧门那个地方 他记得很清楚 他说 他的画面里面能看到一个桌子上 翻着一个大菜板 这个兄弟玩友就被按在大菜板上面 一刀一刀的被砍 玩友最后的眼睛里面 是看到一个满脸很肉的男人 还有他们家厨房的一扇大门 为了求证 这个到底是记忆还是梦 所以他自己还回到了自己的老屋里面 去看了一眼 发现那个场景和老屋里面 真实场景是一模一样的 于是他回想了整个过程 就发现有很多地方是逻辑不通的 比如说这个玩友的视野里面 那个男人是非常高大的 完全就是感觉自己是个小人国的小人 但看他的那个人 感觉像个巨人一样 而且玩友感觉自己很小 甚至还没有一个菜板大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 玩友自己就觉得单时自己不是人 而是一条鱼或者一只鸡 而且还有一段他所谓的家的画面 按照他脑中的空间比例 他的所谓的家只是一个可能只有1米2 那么高的一个空间 而且在家里面还住着许多玩友的家人 就是家人打影后的家人 后来玩友才想起 那个小空间就应该是自己老宅里面 养鸡养鸭的小房子 自此以后 这个兄弟玩友就开始怀疑自己善意的事 或许是一只家禽 而且从这个产品来看 他是被这家里可能真的煮了怎么样的 并且还是这家人养的 最后就投胎回了这家子 其实这个玩友后来还会追平 就是说可能自己是来报仇的 对 就是这个家里面反正除了他以外 他人都经历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然后他好像说自己都不想生孩子 不想结婚这个事情 对 不想完全不想去共建 图户 虽然说这是有必要的 因为大多数还是会吃肉的 那图户这些杀戮太多的 可能就会有一些这种因果爆的感觉 还是会有一些现实爆 所以好多古代的 是就会说图户这一户确心比较重 然后还是建议图户多做好事 多做善事 根据这个玩友的经历来看 还真可能有 对 其实小动物它也是有自觉力 有知觉的 对于你的伤害和一些粗暴的对待 它是有知觉的 对 我前两天刚听了一个故事 你说 人家的真实的经历 自我描述真实的经历 就是两个学生 就是都在广州读大学 小A 就是这个自数者 小A 学校有一只流浪狗 那只流浪狗呢 黄色的跟它关系很好 经常会跟着它 所以它经常会喂那只狗 暑假回家的时候 它就拜托给了 它的同学小B 小B和他女朋友是广州本地人 然后小B也照顾得挺好的 但是后来狗狗是生了一种很重的病 就去到宠物医院 可能要么花很多钱 而且不好治 它们都是广州 可能是医药大学 或者是某个大学的医药专业的学生 就小B就煽动小A 说要不然我们就直接给它安乐死 就自己配药 但是因为学艺还不尽 狗狗在最后去世那段时间 受了很多苦 然后最后还没有断气的时候 就被它们埋了 大概是头七的时间 然后它就听到 因为它当时是住在村里还是什么吧 就是小A 就听到村里的狗陆陆续续 游远即兴开始叫 它也隐约地听到 就越叫越近 那村里狗越叫越紧 到自己的家院的门口那里 然后就好像听到有狗在乌烟 然后可能在后来的学习生活当中 就不断地梦到那只狗 但梦到那只狗 小A梦到的都是和它很亲热的 因为当时最开始救出那只狗 是把它从死亡边缘拉回来的 但是小B在这段时间也梦到那只狗 每次梦到那只狗 都是在它们埋葬它的那个地方 那只狗从土里面爬出来咬它 就每一次都是 这个真的还是 小动物还是有自觉力 有自觉力的 会去报恩或者会去报仇的 对 所以轮回转是这个事情 我觉得从网友的反应来看 不只是我们知道那些案例 我们网友里面有很多人经历过 甚至有记忆 我们还做过另外一个 最近做的曼德拉秀影 多元宇宙相互干涉的证据视频里面 也有很多网友来回复 他们遭遇曼德拉秀影的情况 比如说这位 黑化肥发灰发玩笑 化肥军 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经历 这位化肥玩友在2018年的时候 有这么一次经历 那一年寒假挥发玩友的大姨搬家了 玩友第一次就去他大姨家串门 因为新家不熟就走错路了 去到了另一个单元 但是这位化肥玩友最后还是找到了大姨的家 玩友很清楚的记得 那天晚上第一次去他大姨家是在13楼 那天晚上他舅舅舅妈也来到了他的大姨家 走的时候也清清楚楚的记得楼层标记的是13层 而且他们坐电梯也是从13层向下走走出去的 结果两个星期以后化肥玩友第二次去他大姨家的时候 大姨家变成了12楼 对要么是平行世界 要么他鬼打枪 再来看我们另一个视频下面网友的评论 这个视频是GWP CIA官方披露 他们实现了可扣灵魂出窍 到达更高维度空间证明了灵界和来世的存在 这一期视频里面的网友评论 首先是来自破山鬼佬写的他自己的经历 破山网友在梦中经历了许多次 极似灵魂出窍的体验 他说那种体验非常不舒服 非常难受 当灵魂脱离身体后 就处于一种强烈的失踪感 就是电梯向下坠 然后人那种失踪的感觉 还有可能这种感觉 然后他说灵魂会不断地在房间里面到处撞机 撞机衣柜 撞机墙壁 撞机天花板 因为鬼佬玩友他觉得自己的灵魂在睡眠时出窍以后 这个灵魂极度不想回到原来的身体 想逃离 那就很奇怪是吧 他说这个灵魂想飞出这个房间 但是他的灵魂没有一次成功地飞出去房间 而最后都在各种机缘巧合的情况下 再次回到自己的身体里面 在评论最后 这位玩友还特地写了这么一段文字 上述文字 真实经历 真实度 百分之百 就是我要经历 我觉得我也记得挺深刻的 发现自己的灵魂不想回来 还是有点害怕的 还是有点害怕的 就感觉自己跟灵魂 就本来是自己出到身体之外 然后发现自己和灵魂本身也产生了分裂 对 你是我第一个知道自己和自己不合的人 好 下面来看天穷圣上神无人尊 这位网友 说他来 我们的留言的网友的网名都这么渴 好有个性 对啊 非常合理 说的他冰死体验的经过 他说相信我 我冰死过 如果不是躯体本能的求生反应 他可能已经无了 但是那一个瞬间啊 他说他接触到的所谓的彼岸 他感到的非常难够的感觉 胸闷心欢气短 躯体越发冰冷 机体惨白死灰 指甲变黑子 然后就只能坦断了 眼睁睁的 感觉躯体中生命之火的熄灭 但是仁尊网友说 虽然说是能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消失了 但是意识很清醒 明明睁着眼 但是眼前的官方却逐渐远去 冰冷 黑暗 死寂 虚无 他真的这么描述了 不过好在啊 这个玩偶应该是恢复过来了 不然他也不能来我们视频下面评论了 对吧 还有这位弹簇拉斯猫同学 在下面追评了这个仁尊的帖子 他说他也有过病死体验 但是呢 弹簇同学呢 从山坡上摔了下去 头磕在一个别人砍过的竹子砖上面 这真是好危险啊 就是一般竹子被砍过以后 那个结面是很锋利的 对 因为竹子砍竹子不会很砍 就是斜砍 那当时呢 弹簇完又好像是在干扇小学 他磕到以后他就开始哭 他爸呢 听到就跑过来把他弄上车 然后送往医院嘛 当时他看到他爸把他抱起来 在地上跑 他看到 啥意思呢 就是弹簇完又从第三人称 看到他爸爸抱着他 往车跑这个画面 视角呢 是在半空中 像无人机一样看到他跑 灵魂被撞出鞘了 灵魂被撞出鞘了 对对对 他自己都说很神奇 明明他爸是把他仰着头 这么抱着抱人嘛 但是 弹簇完又的视角呢 是从上往下 不在肉体上 而记者卡德尔这个玩友 则说 自己早就研究过灵魂出鞘的问题了 而且呢 还小有成就 卡德尔玩友的结论是 灵魂确实可以出鞘 感觉呢 就像一个可以控制的清明梦 灵魂出鞘之后啊 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 而是你脑中的老地图 或者你幻想出来的世界 但是灵魂出鞘之后 这个灵魂就可以为所欲为 人呢 可以靠自己的意志做任何事情 比如说飞起来 剑步如飞 大力出奇迹等等等等事情 卡德尔也说啊 这种灵魂出鞘 拿来搞间谍活动 肯定是不可能的 因为但是CIA不是想用灵魂出鞘 搞间谍活动吗 它的原话是这样的啊 除非让一个真正看过这个文件 但是记不起内容的人出鞘 大概可以回忆起 深层意识里面的画面 但是凭空去当灵魂间谍 是不太可能的 我猜大概就是灵魂出鞘以后 是不是不太可能记得 自己看到过什么东西 回来可能表达不出来 对可能表达不出来 其实他自己也不说了 大家不要轻易去体验灵魂出鞘 其实是个很危险的事情 我觉得可能危险来源 也有刚才说的 可能你灵魂出鞘以后 会有别的东西来占据你的身体 这种存在 这种情况存在 对不对 所以大家灵魂出鞘这件事情 如果顺其自然发生了 那你去体验一下这情况 能赶紧回到自己身体 还是赶紧回到自己的身体来 对不对 如果说他是清明梦 又是清醒梦 那个东西其实很安全的 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视频 当然那个视频真假 不好说百分之百 他妈妈拍的小孩 可能身体里面 已经不是他的孩子了 然后我跟他妈妈了一个对话 而且眼球会变化 还是他孩子的声音 但是表情是那种 特别邪恶的表情 那是被灵魂替换了是吧 对就是战翘 小孩很容易心体投射 不老去哪 跟潜伏那一样 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的话 可能就是他的孩子 出去了别的东西进来了 好 这个话题太沉重了 我们换一个阴谋论 转换一下情绪 在阴谋论 吉尔加美食之墓 眼藏的阿努纳奇远古科技 原来才是美国入侵 基拉克的真正原因 这一期里面 一个叫神刀刀老趴菜的玩偶 晒出了他写的人类历史 他是这么写的 大家来欣赏一下 远古外星巨人族 北欧叫巨人族 希腊称呼为泰坦 中国称呼为盘古 现代人认为可能叫做 阿努纳奇或者红发巨人 这个巨人族 用他们自身的DNA 结合地球土著猿猴的DNA 产生了人类 产生人类的目的 就是专门用来挖黄金的工具人 所以我们是他的AI是吗 我觉得是他的奴隶 我跟你讲 对啊 我们是他的AI 我们是他的机器人 对 机器人只是为了挖黄金 所以人类对黄金 趋之若雾 他们也分布同派系 甚至可能有多个外星种族的联合考察队 在地球各个地方传授人类不同的知识 就有了世界上不同的地域文明 比如说华夏文明 苏米尔文明 玛雅文明 印加文明 埃及文明 古印度文明 希腊文明 但是外星种族的信仰 应该跟萨满教 或者自然五行元素有关 不然全世界就不可能 到处都分布的类似萨满物诗 然后人类经过繁衍 出现了很多漂亮妹子 外星后代中的一部分人 就被这些漂亮妹子 迷的神魂颠倒 失去了初心 就和这些漂亮妹子 人类女孩 产生了这所谓的结合 产生了所谓的半神 拿菲利人 中国叫做跨富一族 然后外星族的老大 看不下去了 就决定用星际武器 对地球发动大洪水 消灭掉所有的堕落者 半神以及人类 重新开局 但其中一些高层 有一部分外星人 也就持有不同意见 属于是外星人中的 白左这一类 圣母心泛滥 提前透露了消息 给人类中的智者 让人类有机会建造 像诺亚翻舟一样的东西 保存火种 一部分被偷偷的带到了 地心生活科技发达 而大部分就留在了地表 就是我们 圣母派也给了一些 知识储备帮助重建 但大部分的生命 还是在上一轮灾变中 被消灭了 最后呢 这个网友说 以上全是他瞎编的 我说你编的真好 已经非常合理了 已经整个都合理了 你还闭环了 在影子人关灯后 突然拍到黑影 到底是什么东西 经常出现在睡觉时 居然还被袭击过 这期视频呢 我们的流量其实不好 但是我真的没有发现 原来网友见过影子的人 这么多 而且往往见到影子人 总是会留下深刻印象 所以网友在这一期下面 评论比较勇裕 你知道 所以有可能是因为 这个影响力扩大 平台就给我们掐了 但是网友很热情 他们有好多人 有这种共鸣 甚至有的人见到过 比如说这个 我都见到过 你见到过吗 你咋见到 12岁那年吧 我刚好第一个本命年 然后有个小孩 然后半夜的时候 就突然醒了 就很怕我一个卧室 我就很害怕 然后我就去找我爸妈 就把他们摇醒了 摇醒了之后 然后就跟我爸睡 我妈去我房间睡了 还是一身汗 睡不着 就特别紧张 那一段时间 好像7月半左右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就睡不着 就很害怕 不知道害怕什么东西 然后就听到 听到那种号角声 你说怎么可能有号角声 而且是那种 土著居民的那种 牛角号角声 对 就可以传很远的那种号角声 然后也很像 古代打仗的时候 用的那种 然后就看到 我们家的 就是爸妈那个卧室的 那个墙 那个卧室那个墙边上 是放的电脑 然后我睡在 靠电脑这一边 爸爸睡在另外一边 我睡在这边 就看到很多高高瘦瘦 矮矮胖胖的人 就各种体型不一样的人 就从我的面前 跑 往墙里面跑 就正常人 大人的速度 就很快地跑 就好像 是不是古代的那种 战争时候留下的 遇到这种事情的 网友其实非常多 我们再来看网友 月未易 影子人遭遇事件 他写到 我们的视频 让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 好像真的见过黑影人 而且还伸手触摸过 他说 自己对那件事情 印象巨深刻 但是在看我们视频之前 他没有把这件事情 和影子人联系在一起 当时那个影子人 就站在他床边 那个时候 楼主记得大概 自己是一二年级 他妈妈想让楼主 学会自己去睡觉 就是独立睡觉了 他妈妈陪着楼主去睡 等到楼主睡着之后 他妈妈才回到自己房间 自己睡 第一天晚上 楼主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睡着以后 又醒过来了 平时他睡眠质量都非常好 但是醒来后 楼主就看到一个黑色的人影 从他的房间里面走出去 速度很快 但是楼主没有在意 因为他以为是 让他睡着以后 他妈妈才回自己房间 第二天晚上 楼主大半夜又醒了 就看见黑色的人影 从他的船旁边走过去 走过去以后 就看到那个影子 从他的房门口 歇出去了 就是门没开 穿过门缝 歇出去了 楼主呢 但是很奇怪 以为还是他妈妈 他下意识地喊了一声妈妈 但是没有回应 但是楼主觉得 是不是自己也花了 虽然也没在意 就接着睡 到第三天大半夜 楼主又醒了 这个时候 那个人影 已经坐在他床旁边了 那个人影看到楼主醒了 就站起来 准备往房间外走 楼主呢 开始就惊呆了 就是脑子一片空白 没想起要干啥 但影子差不多 要走出自己房间的时候 楼主才从床上跳起来 追出去 想看看是不是自己妈妈 但是当楼主打开门的时候 发现外面一个人都没有 楼主对他 这天晚上就跑到他父母的房间 和他父母一起睡了 就和你一样 但是他的故事还没完 第四天晚上 楼主半夜 悠醒 这一次 人影是直接坐在他的床上 看着他 楼主吓坏了 直接伸手去抓那个黑影 然后还喊了一声妈妈 但是楼主什么也没抓到 但他自己是感觉 自己好像摸到了什么东西 楼主描述 那种感觉很奇怪 好像是摸到了一层薄纱 但因为有点不像 手可以穿过去 然后呢 那个人影就站在楼主的床边 愣了一下 可能是真的被摸到 然后转身快速地离开了 等楼主追到房门口 打开门 外面又什么都没有 并且呢 在后面的日子里面 楼主还经历了好多次这样的事情 但是楼主都是看一眼就睡了 然后叫一声妈妈就睡了 反正从来没有往其他地方想过 直到楼主看了我们的视频 他去问他妈妈 记不记得说是他小时候 突然跑到他房间里面睡 然后楼主呢就告诉他妈妈说 当时是因为看到了人影 以为是你 但是出来以后又什么都没看到 被吓到了 才去找你们睡的 但是他妈妈说 你看到那段时间啊 我们早就睡了 楼主才意识到 自己遇到了不可思议的东西 影子人 也好在那个影子人 他对你没有什么企图 他可能只是觉得你可爱 下面这个玩偶 顺溜思议 可能就遇到那种 恶鬼影子人 他说啊 当时他记得是在2015年的鬼节 他跟他几个小伙伴去码头转悠 当时不怕 因为年轻嘛 小伙子有阳气转 他们走到码头顶上 从码头顶上往下看 能看到码头下方平台有四个像是影子的人形黑物 但是他能感觉到那个人形黑物 它不是片 它是立体的 但是楼主看到这些影子之后 头就炸了 而那些影子呢 好像也看到了楼主他们 直接就往河里跳就消失了 当时楼主还清楚地听到了扑通声 但是楼主跟几个小伙伴没有找到那些人 随后呢 楼主和几个小伙伴就回家了 回家之后就感到 整个人就精神状态就不好 昏昏沉沉的 楼主的妈妈来叫楼主吃饭的时候 楼主正在睡觉 楼主妈妈跟他说 你睡得怎么回事 眼睛为什么一直在动 之后的几天啊 他都感觉到自己非常不舒服 有点像发了高烧痊愈之后的感觉 过了好几天自己才好 我感觉啊 楼主这个顺利UCE同学 可能不是看到影子 你有没有可能是看到了 就是溺水生亡的人 但是他们想来找替身 但是没有找到替身嘛 但是他们那个负能量 还是影响到了这位顺利UCE同学 对 其实在鬼节 就是七月半清明节 晚上九点钟以后 最好不要在外面 其实有这个说法 而且还有一些就是 比如说你听到哪里是有这种 不寻常的事件 你不要去探索 不要试图去揭开什么谜底这种事情 就是你可以不信 但是不能不尊重 马上呢 又要过年了 感谢所有朋友 过去一年的支持与喜爱 我们也会在新的一年里面 再接再厉 为大家送上更好的节目 我们在这呢 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在假成年里 龙年新气象 新年圣旧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 收藏 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 最大的鼓励哦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